你再送我一个键盘 这台iPad我就要了 不送 一个键盘最多就几十块钱 一台iPad不只赚这么多吧 你就这么小气 对啊 你说的很对啊 一个键盘也就几十块钱 甚至我批量购买的价格 只需要你说的这个价格的一半 都不到 那你为什么不买一批来送呢 这样别人听着也好听 买的人会更多呢 对啊 这一点你说的更对 但这是原则的问题 因为我是卖iPad和这个手机的 不是卖配件的 我只需要保证 我iPad的品质和售后就行了 至于你说你在谁谁谁那里 买一个手机送两个耳机 三个充电宝 四个保护套 那是别人的事 与我无关 我们只做好我们自己就好了 就像有些朋友经常问 我们iPad包邮吗 包邮 但其实包不包邮 邮费其实都是你出的 这就和女生找对象是一个道理 高富帅财 只占两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要是四样全占 不是骗子 就是韩国偶像剧里面的Oba Smith 四个品牌 五ło高丝